我們看一下我從我的這個使用3D整理的網站這邊進來好了 各位看一下在我們的 更多選項有沒有一個免費3D模型資源 點下去 這裡呢 相容性最高的就是這個 3D Warehouse 3D Warehouse 那下面呢還有 相容性也很不錯的Archu3D 其實如果你有在玩就是有學習過3D軟體的話其實這個 都是很好的一個模型庫的來源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呢 我有教學文章那就先不用看我就直接 進到 3D Warehouse這個網站 這個是透過 Sketchup 所完成的 也就是說這個等於是他們一個 使用者的一個 共同的大家互相分享的一個網站 你看 各位知道現在 Sketchup已經不是Google的吧 Google又賣掉了 本來也不是他的後來他買完了 利用完了現在又賣掉了 為什麼因為他當初就是為了要做那個Google地球 Google地圖上的3D建築 因為Sketchup比較容易入手 那 沒關係可是 至少他留下很多志願 你如果 你看 講到抱枕 怎麼這些也有抱枕 跑出來 哈哈 所以你看到這些 像船啊 你想要 像這個 你想要就可以直接拿進來 當然我們 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一次要 抓這種 這麼大的一個 進到我們 Sketchup還是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模型比較多 所以我剛開始會建議你就是那種小的 那麼你在上面找的話 你可以用中文找 比如說你看我們 台中火車站 真的有 有沒有看到火車站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下載的話 你就自己找一下 我要找這個 那你就按下載 不過早期他是不用註冊就可以下載 現在是要求一定要註冊 就要求一定要註冊 你可以用中文 但是不可否的中文找到的會比較少 我如果有印 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我們縫甲前面那個 校門 也有 也有人 有做 也有人有做 那你看我從這邊 download 有沒有他要求你要sign in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看你要用 這個 Google的 授權 還是要那個都沒關係 好我就先 找一個啦 好我現在這邊已經登錄好了 那各位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你看我按下載的時候 來我按下載的時候請問 要選擇哪一個 檔案格式 這幾種你覺得要選擇哪一種檔案格式 我們又不是Sketch Up 所以Sketch Up Out 只有一個 有沒有 Coloda 好這一個 他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也可以用的 就是Google Earth KML 只是 以標準戰略模型來講 Coloda 算是比較標準的 好所以我就選擇這一個 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自動下載啦 就在這邊 他有個自動下載 有沒有 21Mb 好 那 我要怎麼拿進去 我們先看一下 既然下載好了要拿進去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 就是我只是 偶爾用一下 所以我就選好 來你看 我現在呢 有沒有我在上面2D 我先按了一下 所以外面是不是有個藍色框框 表示我待會要放在2D裡面 所以我先點到這邊 點好了之後呢 我們看這裡 從上面這邊 在Swoom3D裡面 模型 他稱作家具 所以 我們找到上面這個叫家具這個功能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插入家具 按下去 好 那因為他本身支援 ZIP這種格式 所以我剛剛下載的 對那個沒電 我剛剛下載的 是ZIP 可是你不用解壓縮 你看在這裡 我就一樣按著拉拉拉拉 拉上來 放開 就好了 他會自動解壓縮 可是如果你是RAR的啊 那可能就沒辦法囉 或什麼ZIP的他就沒有 好那所以 你就等他一下 他 就會 自動 把他揮進來 只要他認識了合適 他就可以使用 好 來 我們已經 台中火車站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那我就繼續 接著呢 他先問你說 請你看一看 不同角度 那個視角對不對 好 再繼續 重點在這裡了 你可以給這個模型一個名稱 第二個 如果你 後悔了 我想說 以後我就從 我們現在左手邊那個模型庫有沒有 直接丟出來了 你可以從這邊 按一下增加到目錄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我要放到哪個目錄 以後不用再匯入一次 就直接從左邊抓出來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那麼如果裡面沒有你要的目錄名稱怎麼辦 你就自己打 打那個目錄名稱 他會自動幫你建好 會自動幫你建好 那再來 重點是在下面這邊 你看他進來了模型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先決定好 以這個來講 因為他都還蠻大的 所以我就先做小一點了 300公分就好了 這小模型就可以了 OK 那我就繼續往下囉 繼續 完成 來 來 你們家 庭院裡面 就多了一個 台中火車站的 縮小模型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 會空號求救很重要好嗎 對不對 其實各位不要忘記了 其實 我們做3D 會做模型 當然很好 可是很多時候是 做了模型之後 還有 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 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 你不會的時候 找到別人比較厲害的 這樣拿進來是比較快 當然 你還是要尊重他的著作權 他上面有提高 提醒你 就是說這個 當然你不能做商業用途 就是你從上面下載的 好這是第一種 再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還有另外一個網站對不對 在這邊 還有另外一個網站 在下面這裡 就是不是 那個 這裡 叫做Arch3D 這個 我跟你講 模型更多 而且更接近 各位平常看的 因為SketchHub 它其實有一些限制 所謂的什麼限制 你會發現SketchHub上面 比較不會有像 一些人啊 動物啊 或者像車子啊 這種比較 Smooth的 就是很平滑的 因為SketchHub要做這些東西 比較難 那麼 其他3D端 你做這個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你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啊 各位 你可以 真的用翻譯的 把它翻一下 如果你覺得 看不太懂 翻成中文 這樣來看 有沒有覺得 東西多很多 有沒有 這裡面 你就可以找 比如說你要床的 我們就找找看床 點下去 好在這裡 床的 看你要哪一種床 你如果要找找找看 它下面還有喔 各位 分頁在下面 非常多 一頭拉股 我只是不知道你要找哪一個 好點下去 假設你要這個 點下去 那你就可以把它下載 按download 在這裡按download 好 它一樣的 它還是跟你講就是那個 個人使用OK 商業用途就要注意一下 好 下載 一樣 它不會 要求你註冊啦 這個就直接這樣下載下來了 背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進去囉 用一樣的方式 來這裡 好我點到它 從家具裡面 插入家具 好 出來了 我就 就 先 拉拉拉 因為它是DIP 我就可以拉拉拉丟進來 好那萬一如果丟不進來 你可能就要怎麼樣 就要把它解呀 說去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了 好所以 好進來之後呢 床 有進來了 但是材質可能沒有對 正確 沒關係 你就照我剛剛的方式 好確定 這個床也很大 我先床先用200公分好了 好這樣你們家的床就進來囉 有沒有 這樣床進來了 但是 設定材質 多多兩下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材質 點下去 你就看 你要 改變的是哪一個材質 這就可以自己改了 這樣沒問題吧 好所以 這個是水溶3D它一個 蠻大的優點 不管是找3D Warehouse Archus 3D 你真的可以找到好多的模型 這樣子的話 你就 比較方便去做這些 OK吧 如果你要把它拿出去可不可以 可以喔 今天如果 使用3D做好了 可是我覺得 我可能還要做更多其他的 這些材質設定 甚至做動畫 那 你可以把它匯出成標準的3D模型 怎麼匯出去 跟3D有關係 所以我在3D的這邊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輸出OBJ OBJ就是我們一般標準的3D模型格式 那它不是只有模型喔 連材質會幫你一起拿出去 所以你拿到比如說3DMAS MAYA 這樣的3D軟體面 你就可以看到一樣的東西 你再去做調整 這樣了解 你輸出的時候你可以選擇 就是 我通常都會建一個資料夾 會把它建一個資料夾 再讓它拿出去 好 儲存 它可以選擇就是只有選到的物件還是全部 如果要輸出全部 就按 這樣子 它就會把它完全拿出去了 好我回到這邊來 新資料夾 另外一個 資料夾 資料夾 好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個 MTL就是材質檔 然後材質的設定 這個就是它輸出的 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看起來 這是什麼知道嗎 就是那個人 它的人 那些材質它就是合在一起的 它就是一張 然後它就把它對應起來的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 模型它有做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 拿出去的有沒有都在這裡 這樣的話其實它的相容性就會 增加很多 這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